在养护蝴蝶蓝的过程中 可能很多花友都会遇到过一种情况 就是根部全部烂完了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之前 也是根部全部烂掉 以后直接从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切掉 切掉之后通过使用这种方法 现在已经长出了一些新根出来 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一个这种餐盒 然后使用一些水苔 如果没有水苔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 比如说芝食或者是珍珠岩这些都是可以 但是有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一定要给它做杀菌杀毒 那么我们在准备好这些东西之前 全部给它用这个二米林来消毒一遍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熬水 以后把这个蝴蝶蓝给它放到消毒液里面 浸泡15分钟 还有水苔包括其他的机制 给它浸泡15分钟 还有这个餐盒也给它清洗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伤口不会出现感染 如果出现感染 那么很快它会继续浮难 很难让它长新根 那么消毒工作做好了 我们直接用清水再浸泡一次这个水苔 以后碾干 碾得半干 直接把这个蝴蝶蓝放到里面 用盖子盖起来 接下来再把它放到暖和一点的地方 就很容易让它长一些新根出来了 当然在这个长新根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 这个伤口有没有出现浮烂 浮烂的话即时处理 即时清洗 用这种二米林继续给它做清洗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